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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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上是台灣職業籃球大聯盟聯隊 跟菲律賓大學的比賽現場 雙方拿出實力對抗張力十足 你來我往相當精彩 議長童子偉表示 這次成功鎂合陽明海運 跟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籌組邀請賽來基隆比賽 基隆市議會作為協辦單位 希望透過比賽活動回饋市民 帶動基隆更好的籃球風氣 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把我們第三季的跨聯盟邀請賽 辦在我們基隆 讓我們基隆的這個小朋友 基隆的球迷 基隆的各位家長們都有機會 體驗到我們職業水準的賽事 那當然要特別感謝我們陽明海運 在地的企業大力來贊助這次的杯賽 官民贊助 所以我們陽明海運也是第一次 謝謝我們陽明海運 來回饋我們基隆的球迷 那我們基隆其實產出非常多的球員 未來我們會希望投入更多的企業資源 社會資源 讓我們這個小朋友有機會 可以接觸到職業水準的比賽以外 可以建立好我們三級比賽的一個體制 讓我們的小朋友從小就喜歡籃球 是我們一個重要的目標 大家都非常看到這次的奧運 我們日本在打到奧運殿堂世界水準 我們希望大家也都期待 我們台灣的籃球有一天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 所以我們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讓我們台灣的球員 有機會可以跟更多國外的選手來切磋 走到世界去 讓這次有機會可以邀請到 泰國跟菲律賓大學一級強效的水準 我想我都會對我們台灣的選手有極大的幫助 再次的感謝我們陽明海運 感謝中華籃協願意來基隆比賽 那我們希望未來 我們政府的資源是投入在場館上面 我們會把這個場館建立的更好 一步一步的改善 這次把地板改善了 未來也希望把球員的休息區 我們球迷的座位跟我們的這個計分板 都可以從古時候改成現代化 讓我們真正迎接職業賽事的水準 這是我們政府該做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 希望大家喜歡籃球 在去年的時候 P Plus熱身賽也是來到了基隆來舉辦 然後今年SBO跟WSBO也在基隆舉辦 他也知道說今天八月份 我們要舉辦跨聯盟賽事 同學長都非常熱心 也幫我們找到了陽明海運 來做冠名的贊助 才促成這次一個賽事 加上呢 在基隆市民來講呢 也非常熱情 在S跟WSBO的時候 大家參與度都非常的高 那同時呢 董議長也要讓大家 市民都能夠參與 所以這一次我們跨聯盟賽事 是完全不受票 是讓基隆市民可以免費入場 來參觀這次的比賽 這次邀請賽到八月三十一號為止 歡迎球迷朋友 踊躍到基隆體育館免費觀賽 這次比賽包括TPBL聯隊 SBL台灣啤酒 台灣銀行 彰化伯利利 亞大藍代表隊 菁英潛力培訓隊 以及菲律賓大學與曼谷大學 兩支外隊 共八隊齐聚競技 精彩可齐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